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小米,今天这期视频就是塑料姐妹花聊天室 今天我请到两位新的嘉宾,大家肯定在我的成都Vlog看到过这个事 我要把这边说谢谢大家 他们都是我曾经战斗在法国的战友 现在你们也回来很多年了,就是聊聊你们的看法 你可以先说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要回国 两个想法吧,因为父母在国内,想要陪在他们身边 也不是说陪着,但是会近一点的去照顾他们 第二个是因为,我觉得法国对于我来说,过的生活太安逸了 我还是一个就是可能内心喜欢折腾的人 我比较想创业,所以当时我朋友在跟我讲 我有一个就是商业idea,你要不要回来 然后当时就义无反顾的,就买回来 然后你呢? 我回来的原因其实和他就感觉大中小异 家里面的话也都属于是独生子女 也是觉得说就是父母在不远游 那我是不是想你 没有,没有,不是 就我爸爸就跟我讲一个故事 他说哎,还说我有一个朋友 然后当时生病了,他的女儿,然后儿子全部都在美国 然后当时他去看那个叔叔,当时已经是病危了 但是他的女儿和儿子等十几个小时,我爸就看到他就自己在病床上就特别无助嘛 我爸就跟我说这件事情,当时对我的出动也比较大 就觉得说就再怎么样的话,是要陪着父母的 第二个呢,我就是觉得我的性格就是那种比较开朗 觉得法国社会的话,就我所接触的朋友,可能社交圈 我觉得相对于来说理性一点,然后我还是比较倾向于那种可能热闹一点 比较喜欢国内的那种大家相处啊,这种氛围,然后就回来了 当时你回来是在一个公司上班吗? 嗯,对 你觉得上班有什么感想?有经常加班? 嗯,跟同事关系啊,这些怎么样? 对,本来我是学服装设计的 当时是在四川大学的校招 然后去了一个意大利的奢侈品品牌公司 当时是销售培训管理 因为我们公司比较特殊 我们的员工全部都是大学本科,一张白纸 当时像我一样,什么都不懂 所以说我们相处的话,我的氛围还挺纯朴的 因为大家都是学生嘛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感受这公司的文化 就可能我会和大家稍微有点不一样 你呢?你是过来直接创业了吗? 然后呢?结果创业失败了,有什么感想? 我从回国到创业到后来失败 我觉得这整个阶段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材质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从来要给你一点 失败了以后,我的经验对于我后来的工作 包括到我现在又第二次创业了 我觉得真的是提供了很多的情形 你当时获得了什么比较值得和大家分享的失败的创业经验? 我觉得真的就是,如果核心技术不在你手上 并且你不热爱那个行业 反正我是那种没有办法做的 我觉得还是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你说的就是核心技术不在你手上 我想到我之前认识一个成都的妹妹 她就是跟一个从达国兰代毕业回来开的甜点 这个女生她有很多媒体资源 然后最后把这下电缩横到了 结果过了几个月,这个厨师就自己带着自己技术走了 然后当时她就是很尴尬 所以这种技术性才能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但还有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大家就在外国待久了 就是回国,还有一个心理学呢 叫就是回国的一个文化的冲击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回国的冲击 这几天我回过来就是还是很爽 因为我是贵啊,就是度假玩的 都没有深入到这种工作生活的这种节奏里面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吵了 太多人吵 这句话声音有很大,吃东西声音有很大声音 我记得我带我男朋友去古证玩嘛 然后他们就会有那种放大气 就一直在说 一根儿也就是一根儿也就是一根儿也就是一根儿也 他就一直二十四小时在播放 然后我男朋友回去就一直跟我说一根儿也就是一根儿也就是一根儿也 他都学会了 然后你们有什么分享的 我刚刚回来的话也是有一点叫法学都很慢节奏 这个是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我可能要推一下同事就给我取一个外号叫 优雅的慢生活 就是他们就可能觉得我为什么没有上心这个事 就觉得你速度跟不上别人 对,就是速度你没有跟上啊 你就觉得你是不是没有规划 或者你的点到底在哪 所以我还是适应了 因为你慢慢跟着他们的节奏走 所以我觉得环境非常重要 确实是的 你能一直吗 其实因为我一直就是一个很慢节奏的人 我觉得你很慢了 对,现在念瑜伽我真的更慢 同意她说我们两个室友妈妈住了两年 我是一种急性子 她是慢性子 每天基本上都要跟她吵架 她就切这个菜就超级慢了 我觉得我们两位她被我服务了 我觉得是受不了她的慢 因为我觉得慢工出息 但是你不觉得很着急 对,就很着急啊 不着急啊 不着急啊 我觉得那个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 所以我觉得就是慢一点没什么不好 而且我有一点强过真的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做好 对,我一定会做好 像你妈这样催你婚这种呢 你觉得还是在国内的 还是在国内的 其实我觉得我妈真的没有太追我 她只是偶尔提一提 我爸妈真的是我这辈子的才子 我所有的朋友 对,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爸我妈是特别开门的那种 所以我就很幸福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现在会愿意去做公益 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 我的朋友都很爱我 所以我愿意帮我 我爱你 那你才有刷齐朋友之前 你妈要催你没有人 你这才是刷齐嘛 你妈要撕撕撕撕撕回啊 哭了,你要绑别要跑 其实还是没有 可能我从小挺民主的那种家庭 他们的需求要求是什么 他们会说出来 那我的需求要求 包括我的爱 他们爱 大家都会摊在台面上去说 可能他们告诉我说 可能到这个年纪你要耍空 结婚是什么 可能我就会告诉他们 真的是自己要遇到你喜欢的那个人 你不能将就 他们就要理解我 因为从小 大家都是一起尊重 彼此理解 彼此沟通 我觉得他们肯定也会着急 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对,告诉大家 都沟通了以后 其实我都是 对,就是 对,我觉得重点是要沟通了 现在你们两个都在创业了嘛 然后分享一下 真的陆历程 然后就罗老板是再起创业 他在哪里跌倒又在哪里爬起来 狂野真的要做好 很好的行李准备 你也会很穷 你压力很大 一定要学会怎么样调节自己的 我觉得创业其实不要容易有一定有差 我觉得创业在我这里三个点 第一个就是你说的两些 走出自己的心灵舒适区 然后第二个叫做热爱 第三个就是要善于做可以做的事 我之前的我的收入开头来说都是还真的挺好的 但是我就是觉得 就一直是这样子去做下去 会没有什么新鲜感 对自己的提高也不特别多 所以我走出来了 这有纠结过疑虑过吗 也还是有 其实挺有感谢我的父母和男朋友 对 就是我 我又被发更厉害 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 你要去热爱所在的这个行业 在法国一直学着这个行业 然后到我工作 到我现在由自己创业一个服装品牌 一直是在这个行业里 我喜欢它 我就爱它 我可以把它做好 第三个就是我擅长 就是从学习开始我工作了 有年了以后 我觉得后来就是自己去强势去做 好了 明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我有一个问题 今天我要回答一个名字叫韩鸭韩小韩米后她的问题 她的问题是想知道小米是怎样变得这么瘦的 以及减肥期间有压力之类的是怎么处理的 其实我真的不是说这么瘦 以我的身高来说 我的这个体重真的就是正常范围 很早之前就关注我的朋友们肯定知道 我在法国来这一年的期间我长了三十斤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在中国生活了18年突然换了环境 可能有点水土不服 第二个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当时来的时候是不会做饭 所以我就在超市里面去买那些就是 即食的东西 比如说薯片呀 然后他们那种微波无加热的披萨那种 其实热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就这么在一年之内 砰砰砰的长了三十斤 就是因为这种突然的增肥 我体内的内分泌是完全失调 因为我六个月是没有来大姨妈的 所以我当时在一年之后下定决心减肥 我当时夏天的时候就去中国餐厅打工 一天大概要走来走去七八个小时 然后就要少吃 因为我当时在一个中餐自助里面打工 他们菜是每天都是那几年 后来我吃吃的也就是不想吃 每天晚上我是十一点钟下班 我到家差不多就是十一点半了 但是我必须自己坚持 就是至少做三十分钟的减肥操 压力真的是很大 第一我自己就是非常不自信 我以前从国内带的衣服 就是后来全部都不能穿了 当你去买衣服的时候 你看了那个自己觉得好看的衣服 你不能穿进去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是很难受的 所以我觉得你不断的 要给自己这种心理的暗示 但是你不可能一下子这一年 就非常非常的刻苦的减肥 你时不时的会有放纵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时候都是可以理解的 有些时候有节制的 吃一点自己想吃的东西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好 今天我们继续 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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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些下期再见 到下期再见 到下期再见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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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n CIAO CIAO CIAO